2023年6月2日下午3点 晴空暖阳下的北京宋庄艺术区 呈现出了一片祥和与热闹 合作艺术背后的全球对话 欧洲当代艺术展 在北京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盛大开幕 开幕现场高棚满座 宾可云集 文化艺术界代表机构 组织代表人士和众多画家朋友 共同前来见证 中德艺术界极具影响力的 跨时空对话展 展览策划历经六个月 三层展厅现场 展示了来自欧洲 29位艺术家的共计204件作品 展览内容涵盖雕塑绘画摄影 综合材料等 多种艺术形式和媒介 我们是想搭建一个中欧艺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这次的中欧欧洲的来华的艺术展 终于落地了 能够看出他们的整个的创作状态 比较轻松 比较愉悦的 所以从他们的作品当中 你会看到丰富的材料作品 丰富的色彩 而且他们的作品 有很多的风格在这里展现 所以这个平台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让国人看到欧洲当代艺术的展示的效果 所以在此要特别感谢帕什米艺术联盟的主办者努力先生 也感谢高小涵博士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 同时也寄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使中欧之间艺术交流变成常态 使中欧之间当代艺术的研究能更加深入 此时展览由德国帕什米艺术联盟主办 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承办 帕什米艺术联盟创始人兼艺术总监努尔努里 和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古术 带领的来自德国中国美国的国际联合策展团队 包括大卫 卡扎伊博士 纳塔利亚 努里 埃莲尔博士 高玉杰 和评估总监法哈德 拉德法尔 共同策划了这一展览 展览主题艺术背后的全球对话 强调了策展团队 为促进欧洲和中国的文化纽带 和相互理解做出的努力 旨在成为中欧之间独特的创意交流和合作平台 跨越文化边界 促进全球对话 展览为才华横溢的欧洲艺术家们提供展出空间 向中国观众展现他们的愿景和创造力 同时也展示了当代欧洲艺术的广度和深度 观众可以通过展品探索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各位亲爱的艺术家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此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高玉杰 刀开高 然后呢 我在这里从中国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我们这次展览展出了29位艺术家的204件作品 展览的开幕式非常成功 然后作品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现 反响非常好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中国来 到文学院馆来看展览 谢谢大家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7月2日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 丽玲宋庄当代艺术文学馆参观交流 我们下ела 感谢观看